这次我去 这次我去 我去 何晓然 昨天晚上 最后一个打电电话的是谁 你哪儿请过来 咱们再做一期 机密神秘来电 什么神秘来电 再说了 不都撤到了吗 今天一上午啊 就讨论你们的去处 没人接收啊 正僵直着的 你们知道怎么样 咱们上个热搜了 领导当机的一段 这部红领必须吃 只要你把那个人请过来 咱们做个续集 咱们的节目啊 没准就能保住 太好了 向上姐 我不去 那人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等他回味过来 谁他跑都来不及呢 还得回来恶心我 诚心找茬呢 小琴 为什么要到无所 去接一个破酒店 眼皮子就那么钱吗 昨天的事 您这么快就知道了 小琴 你听好了 我让你到国外去玩三年 是做给别人看的 这几年你的见识 阅历 不是你任性的资本 小琴 得据缓人 赵明轩商人以来 处处打压云蓝 这明显是要削弱云蓝的地位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危机与机与共存 我让你回来 就是想要你在 得据换人出棋这个关键时刻 帮你哥哥夺回话语权 爸 这么多年 您只把我当作排兵部线的棋子 流放到国外 打的就是用兵千日的算盘 但是我不想当棋子 既然回来了 我也想试试下棋的感觉 给我三个月时间 我自然就会回到户谱 至于这个破酒店 您就拭目以待 喂 林总 早啊 来 你准备一下 跟我出去一趟 小总 刚才没看见 这 要去哪儿啊咱们 就别问了 跟我去就行了 小总 小总 新冠删刃三把伙 现在萧总应该在忙着搬柴的吧 祝您马到成功 这不是刚才那个 说了老死不想往来的人吗 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个冤家 还少堵墙呢 是吧 所以咱们俩现在定位是冤家 对吧 这些年就忙着抬杠了是吧 说吧 替我做什么 替我做什么 是这样的 因为你的热线 我们的节目呢 也火了一把 只要你肯来作证一期 我们的栏目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不过你不用紧张的 到时候只要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稿子念就可以了 等一下 你觉得我不去是一顿紧张吗 现在让一档节目起死回生 报仇这么低廉 萧总 有什么忙我可以帮他上吗 谢耳恭听 去吧 对半砍价 然后把菜的最经价不进去 去吧 对半砍价 然后把菜的最经价不进去 好 去吧 走走走走 哪有这么高价 老板 水壶炒鱼多少钱 这个十六 六块钱一定可以吗 这个都八块 那十块钱再送一块肠呢 还送肠 多买点的话十五 你不是买东西的 你完全给我看看好不好 好 难以啊 辛苦了 走吧 下一站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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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自己排队 不能取号的 先排着吧 老板 你能收微信支付吗 没现金赶紧走 别在这儿捣乱 他们这儿只收现金 我没带钱 要不下次咱们再来吧 我不喜欢等 不管是下次 还是解释 还是当前 我请不早说 味道不错 恶不得老板脾气那么差 这里客人还那么多 你是怎么找到这家的 对了 帮我去问老板 要微信号 他们付款也只收现金 你这个老板会有微信吗 那就用个电话好了 老板 麻烦您能回我一下 您的电话号码吗 二百五十号是哪位的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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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五十号是吧 好 对 小心啊 谢谢啊 我来 我来 吃药在哪儿 那也吃 谢谢老板 老板说了 打了也不一定吃 嗯 请问萧总 今天您还满意吗 我们的节目是晚上十点 你九点到的行了 把我的微信 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不然我怎么找你啊 对 那我们下场期 你看 你看 那晚上我到大门口等你 接到你之后呢 我们就先对下稿子 吃住好吃 大家帮大家 这种没有水准的 深夜节目下加 跟我有什么关系 生气了 恭喜你 结会到了 十分之一的感受了 你怎么还不来啊 开场白都是用的录音 怎么还不来啊 别着急 没事 等这首歌犯完了 他不来我上 来得及吧 大姐 你可来了 你的热线人呢 在哪儿 在什么 在 在哪儿啊 我去 欢迎回来 这里是FM七八点八 大家帮大家 我是主播小和 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 昨天晚上那通神秘电话 其实来电的人 是我失联多年的朋友 她叫小潇 好 我们俩的故事 还要从很多年前 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 我高中刚转学 第一天就遇上了 几个小混混 你们想干吗 我们是想跟你 交个朋友啊 滚 走 走 当时是小潇建议勇为帮了我 从此以后 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在学校里 我们一起学习 谢谢 一起成长 一起度过了 美好的青春岁月 也收获了真挚的优异 这么纯粹的友谊 却在某一天 戛然而止 今天 我的朋友小潇 她来到了直播间 让她来跟我们讲一讲那些 不堪的往事吧 好吗 小潇 好 她这是放的录音吗 她这是放的录音吗 不是哪儿啊 小潇上了大学 就开始交各种各样的女朋友 脚踩N条船 我曾经劝过她 但她不听 小潇 你为什么 不整理好一段感情之后 再开始另一段感情呢 我不喜欢等 人家只收现金 我没带钱 要不下次咱们再来吧 我不喜欢等 后来小潇 就给女朋友们买买买 信用卡被刷爆了 她就去弄什么小额贷款 后来利滚利 还不上钱 就找我来借钱 那一刻 我心软了 她毕竟是我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 我借给了小潇钱 她就失踪了 失去了联系 她跑路了 小潇 这次你再找上我 你想干什么呢 我应该为我的背心气息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何小然 对不起 好 这三年在国外过得还好吗 比你好点 没交什么新朋友 对呀 何小然 你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这被原谅嘛 比起这些 你是不是应该为了你之前的背心气意 和我说声对不起 你什么时候对 道歉这件事这么执着了 我应该为我的背心气意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何小然 对不起 晚了 不是所有的道歉都会被原谅 小潇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多数无疑 希望以后 你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稳了 老贺发消息来夸了 小河主席 我会在江北大小等你 不见不散 小河主播 我在江北大小等你 不见不散 真有气 何小河主席 你那同学走了 为了给人家请人吃个饭 你先别管什么同学了 节目留没留 定了吗 留 老大说有意思有话题 老贺 老贺 有件事我得给您谈白一下 什么事 今天节目我用的是 录音 录音 时间没对上 说她跟咱哪天没用录音室的 稍微地剪辑了一下 你不认识 你这性质够恶劣的 这不是为了保钱吗 你放心 责任我一个人担着 后面的检查 一个字都不会少的 这样 我带着节目组啊 去找老海 该赔礼赔礼 该道歉道歉 行了 这事以后再说 走 我请客 吃大餐去 你 喂 贺主播 你能来一趟吗 不好意思 先生 请你离开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是昨天那个 来骚扰的人 你听不懂吗 贺小人 贺主播 这人非说是你朋友 你认识吗 小潇啊 贺主播 我们刚刚在节目里 对话过呢 没事 不过是稍微借用了一下 你的声音而已 只要你不上赶着来认领 没人知道是你 好吗 稍微借用 经过我同意了吗 用都用了 你那叫恶意剪辑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小潇 能走了吗 能 不能 走吧 小潇吃饭去吧 饿死了 走啊 吃饭去 走啊 走 走走走 来 这节目啊 你奇葩听得也太多 你看 这群里有个孤星 一直在刷屏 说什么让小河主播 去打桥下去 行 这 这 这 老汤啊 打电话去 吓我是不是 刚才我跟那个朋友 小潇打电话 人家说那个录音 不是你剪辑的 是他自己接受采访的 他这么说 多大点事啊 来 来来来 行李 想办理 你 一晚的孤星 你赶紧回吧 小河主播不可能去了 他不会想不开吧 不然干嘛约在这儿啊 当年这个大家吗 那可是黄金党中的黄金党 你要能跟热线接通 你要能跟主播说上话 那要在自己朋友面前 炫耀一个月 还有多 你干吗 你什么哥 那个 我先走了 我刚想到我有事 我送送你来 不用了 你们继续玩 替我多吃点 我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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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何主播 你终于来了 刘先生 你就是 对对对 就是我 小姐 你别害怕啊 我就是想离死前 跟你好好聊聊 你真的别害怕啊 没事 那你 你想 你干什么 有什么话和我说就行 刘先生 别过来 你知道了 你过来 我听了什么 你下来啊 骗取同行星 别动 你以后对方过来 你手段真够恶劣的 你是谁啊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啊 你凭什么说我骗人 我就是活够了 我想死去前 跟大家聊天不行吗 刘先生 你刚刚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你下来咱们说好了 你先下来 小何 鸟 嗯 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我听着你好多欄目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为了朋友 两肩插刀的 为了他 我不惜借了很多钱 如果他拿了钱 再也找不到人了 他们逼得我七里子散 我是躲了一个城市 又躲一个城市 我没有地方去 我在这个城市 已经漂了半年多了 我实在是不知道 或许在他故事里 你才是失联那个人 他拿着钱都找不到你的 不可能 他竟然往前 他没有消息了 一个人若是真的想赌 拉黑删除远走高飞 你再穷追不舍也没有意义的 刘先生 没事的你先下来 你干什么 不许冒净 我录像子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别拍我 别拍我 对了 我听说淹死的人最难看 尸体被泡发的 连爸妈都不认识 这也对了 你都七里子散了 大概也没有清楚 认识这个环境 还有 你叫来的这个小河主播 不 最擅长二次剪辑了 到时候你死了 他把故事一编辑 保不齐变成什么样的 编排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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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临时 不敢去死 刘先生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楼 进去 在你的眼里 我现在的生活 过得一地鸡毛 但我就喜欢这种 第二头巴拉巴拉鸡毛 突然出现一只鸡蛋 在你的眼里 我就开向舍无足蹈的日子 你想啊 你之所以会感到绝望 那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 还抱有很美好的期望 只要活着 就算没有好事发生 还怕没有坏事吗 只要有事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四水里面 就算是有了波澜 只要你努力地在里面 扑腾扑腾 这日子就一定会 越过越常量的 是啊 哪怕有点坏事 这些年我还就喜欢 怎么面对了 这人到了谷底 以后的每一步 就都是伤活路 你说是不是 晓晓 好 谢谢你的来 谢谢 加油 好 所以你为什么跟来 怕你被人摔到河里去 我还没等到你的道歉呢 行 那今天咱们就摊开说 就因为我当年撕开了哥们这层纸 我就得跟你道歉是吗 什么叫撕开哥们这层纸啊 那你回答我 那天晚上为什么走 哪天 毕业晚会那天 有个男孩 来 杰儿 杰儿 你一个人在哪里啊 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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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今天怎么了 别怕 那天我有急事 中退就先走了 所以第二天 没能送你去考试 抱歉 那那个你都看到了 那是什么 那个视频 什么视频 要不 先把微信嫁回来 那是什么 干什么 反正平时电话也不怎么用 短信也不怎么看 再加上 我办公室信号也不好 还是用微信吧 还是用微信吧 谢谢 修这个可费我老大劲了 电信号我都跑遍了 终于给你修好了 谢谢 您这爱好还挺特别的 这好多年了吧 那我先走了 谢谢 小何主播 我以后不能经常听你的节目了 你的朋友小潇给我买了车票 我决定回到家乡重新开始 祝你一些多好 叶花 嗯 今天录了几条 好 看一下 重组家庭的暗战 闺蜜和我弟二三室 向然那边还有什么呀 咱们别录音了 以后接真正的听众来电吧 真的听众 真的听众怎么有几个呀 再说说什么咱们也控制不了啊 那就有几个接几个 再给我写的录音 也只是意识地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要想结婚做得长久 那必须得真正地帮到别人才行 这还是何孝然呢 都只燃起来了 我只是不想 像刘先生的那样 让她把我也给安排 何孝然说得是对的 咱们这个节目 虽然勉强保下来了 但咱们没有听众 没有口碑 说撤还不如撤了 所以说 如果咱们能拉到广告 就有时间慢慢地培养 咱们真正的听众和口碑了 多大点事啊 我回去让我妈给他们冠名就行了 那你还是让你妈直接给我们打钱吧 不是我打击各位 还广告呢 咱一年多 连个口播都没捞上吧 不过有个机会 下个月就是广电的招商会了 我 你不怎么卖得够大的 广电系统招商会 一年就两次 有多少节目要上招商会 挤挂脑袋 你好 你好 能帮我们扫个二位吗 扫个票吗 谢谢啊 谢谢 一定要帮我们投了 您要关注一下 关注 那后面有二维码 请不含一会儿就行 不用 谢谢 扫二维码就行 能帮我们扫个二维码吗 帮我们投票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关注一下 谢谢 您要合适 帮我们扫个二维码投票吧 谢谢 请 我们扫个二维码投票吧 请 请 请 欢迎加入校通讯社 校通讯社欢迎大家 学姐 你们通讯社有什么赠品啊 这动漫社送了钥匙扣 文学社送了笔记本 你们呢 我们什么都不送 但是你只要加入了通讯社 就可以为自己发声 可以展示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也可以记录下这个时代 最真实的伟大和平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给你们讲解一下 我们之前做过的精彩报道 好 就在上个月 我们去采访了一个学校 夏人 这边 你傻不傻呀 机器重要还是你身子中的 机器不是几个钱 但是里面的影像 采访的内容可有价值了 这要是在战场的话 可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夏人 你就这么想当战地机制 那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阻止战争 那就把战争的真相 告诉世界 我 mountain 王总 您能再给我点时间吗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们大家帮大家 视义到很有意义的节目 而且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了 在涉及的情感 生活 文化 各个方面 要不我约上您 下个星期的时间呢 王总再见 你要的文件 帮我叫辆车 您需要出去吗 请在对面车站 好吧 不用 师傅 谢谢 不用 再叫一辆 好 不用 谢谢 好的 谢谢 萧总 师傅说他不搭车 萧总 我听说小河主播 已经在忙召声会的事情 每天都这么晚才下班 谢谢啊 师傅 做好背景调查 包括他接受的所有采访 说过了所有的话 还有他的家庭背景信息 你要确保你知道 他对什么话题感兴趣 还有他的语言壁垒在哪里 好 我知道了 这又是小娃呢 对 证据确凿吗 我亲自去食品厂取样 找人化验了 含量确实超标 只是还没有相关报道 不 找台长签字 争取插进整点新闻 好嘞 行 散会吧 周主任 交通广播的何孝仁 我知道你 找过什么事 周主任 您是这次 广电招商会的负责人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帮一个上台的机会啊 我们现在在热度榜已经几近前十了 你看 而且最近也上过热搜 也在接洽一些异乡客户 何孝仁 你这前十的热度真不真实是怎么来的 还有你是怎么接洽客户的 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 我听广告部的同事说 最近有很多客户都在投诉 一位姓何的主播 频繁地打扰他们 但是也有两家客户表示 他们愿意在推介会上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节目 十分钟行吗 我知道其他的栏目 在推介会上都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只要十分钟就行 而且我听老贺说 十年前 您也曾经是大家帮的主播 我相信您对这个节目 一定也是有感情的对吧 能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啊 你这是把轰炸客户那招 用到我身上了 八分钟 也行 我倒是挺佩服你缠人在公立的 跟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瓶 这样吧 跟我出去一趟 周主任 我是季风的总经理肖尚齐 欢迎 肖总 言情有为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同事 大家帮大家的小河主播 认识的 老同学 老朋友了 也不是那么熟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我可帮你说不上话 人为言轻的 放心吧 你工作的大致内容我已经清楚了 编听众录音 发传单薄关注 对客户死沉烂的 现在跟着领导 跑场第六次拍马 可小人 这就是你想要的 你好闲啊 什么都知道 你尽快辞职吧 如果你继续在巫苏待下去 你这个人就废了 上次怪我 没有把话说清楚 等我把手头的事忙完 你就跟我回户谱 怎么样 可以开始了吗 那这边请吧 先去宴会厅 好 走 好 这里就是宴会厅 虽然看起来设施以前老旧 但是布置完之后 还是挺不错的 没事吧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 一到会城比较大的地方 就有点敏感 一坦是有一阵子没清洗了吧 看来我这老同学 现在又多了新毛病了 好 无数的环境啊 没霍普适合你啊 我呢 就是在空气好的地方 待太久了 所以一到这种脏的地方 就比较敏感 这里风景是美的 环境不错吧 叔叔 您看这杯子里面 是不是有一层灰啊 你们这洗得不干净啊 你什么时候变成完美主义者了 这眼神啊 在深夜节目里去猜的 我不是完美主义者 我是真实主义者 也不知道萧总在这种环境下 怎么忍下来的 我们这里的优势呢 就是地理位置 比较优越 对 接下来呢 客房 请 客房隔音差 床太硬 还有办公中有破损 卫生条件堪忧 用品廉价 而且这儿的装修 也写得有些旧了 而且他们这儿的早餐 出了名单难吃 团餐估计也好吃不到哪儿去吧 听说最近还老停电呢 今两天晚碰上过一次 要不咱们再看看别家 确实像你说的啊 这儿的硬件条件 不是太让人满意 但是萧总说得也对啊 这地理位置多好呀 比咱们台多近啊 再说萧总的方案我也看过了 那里面 除了对过去五年的活动 做了很详细的调研之外 还添加了 无数历史风情的那个设计 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周主任放心吧 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都会修正了 其实我们还打算为了招商会 翻修整改整个酒店 你放心 我一定保证招商会圆满举行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啊 我个人觉得 这个报价是不是还是有点虚高啊 能不能再捡一捡 打个八折 周主任 咱们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呢 我也想代表季风 表达我们的诚意 尤其是何孝然 她是我的老同学 这个面子一定要给 不用了 咱还是公事公办吧 既然孝然觉得房间设施不好 那房费就免了 还有她觉得餐厅口味不满意 那餐费也免了 你们就出个场地费就行了 周主任 那你再考虑考虑 我还有事 期待我们的合作 好 谢谢小总 谢谢 小和 这面子够大的呀 这可给咱们台里省了不少钱 行了 现在我不想让你上台 都没这个机会了 给你一个名额 时间跟别人一样 都是半小时 不过你的稿子 在上台之前 必须给我过目 过关才可以 谢谢周主任 行 那我回台里了啊 怎么到底二十钱的人钱呢 我就知道不能由她接待 三年不开张 开张赔三年 费用全免 靠着实惠取胜的 全免 就为了那个女主我 看来 林副总对我的决定 不是很满意啊 那那怎么会呢 萧总 我是理解萧总的高专远主的 这毕竟 黑红也是红 黑红 不不不不 萧总 林副总的意思可能是 咱们低价竞争 可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嘛 万一搞砸了 不就难堪了吗 怎么说话 你说得有道理 所以我答应了周主任 把我们酒店都翻修了 方向她提了点意见 我看了之后 还真是我喜欢的风格 翻新 这哪儿来的钱呀 钱 我们自己承担 那客人怎么办 取消之后的预定 现在的客人退房之后 开始翻修吧 爸 做什么这么忙忙糟糟的 您看看这个吧 资出这么多 资出这么多 资出金额就越来越大 资出金额就越来越大 咱现在赔的可不止那笔运营费了 现在这个季风它就是个无底洞了吧 您还认有它这么折腾吗 赵明轩什么态度 还能什么态度 看笑话呗 现在行业里都在传 咱们云蓝出了个修花枕头 早晚要把这些东西 也败光了 但我看这个消息就是它散出去的 咱再这么下去 咱们的口碑肯定会受影响啊 爸 他要三个月我给他 如果再有什么奇色 我看他怎么说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啊 他真的不像萧家的人啊 你盯着就行 不用管 让他折腾 他闹得笑话越大 肖家的面子也就丢得越多 明白吗